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怎么样把财务转型和业财融合有机的结合起来呢 请听后面的分享 在本次分享当中 我将会给大家带来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将会描绘一个新的业财融合体系下的一个框架 和大家谈谈业财融合在怎样的框架下 才能更好地发挥它应有的价值 第二呢 和大家说说业务财务的一个工作内容 第三从一个生产型制药企业 和大家谈谈生产型业务财务的一个工作实力 第四方面呢 和大家说说怎么样成为一个合格的 一个好的一个优秀的业务财务人员 它的培养体系和培养架构又是怎样的呢 好我们进入第一章 业财融合的框架出炭 现在给大家展现的是一个传统性的财务管理智能 那在传统的财务管理智能领域下 我们主要是分为资金模块 管理会计模块和税务模块 那资金模块呢 主要是负责投融资管理 筹资管理 投现金管理 等等 关于资金的利用效率和利用价值的问题 第二大块呢 是管理会计领域 主要分为预算管理 财务分析 内部控制 成本管理 绩效评估 这几个方面呢 针对于从管理角度 剖析 财务分析和财务管理 对业务的一个利用的价值 第三方面呢 从税务角度 我们有纳税申报和纳税筹划 这几个方面呢 看似 紧密相关 但实则 它与这个实际的业务 会存在一个一定程度的脱节 那我给大家展现的一个是 新的在业财融合下的 一个财务管理智能 那未来的财务管理智能呢 主要分为三类 有战略财务 业务财务 和共享财务 这三类 这三类职能界的信息传递顺畅 联动机制很完善 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那从字面上理解 战略财务 主要是负责制定 战略财务和风险管控 他们是注重 价值创造的管理者 作为高层财务风险的管理者 他们需要围绕 公司的价值 来评价战略 并做出战略选择 站在公司的全局角度上 那第二方面呢 战略财务 对财务人员的素质 和能力的知识要求 都比较高 那相对战略财务 我们看到 这幅图的左边 是共享财务 那共享财务 简言之 就是把 所有的传统财务人员 按照一定的会计基础 在符合会计准则 会计条件 和会计纲要下 进行统一的作账处理 那这部分共享财务 我们可以隶属 也可以外包 是一个规范化的操作程序 那我们重点来说说 我们战略财务下的 业务财务管理 大家都知道 从刚刚的那张表上 我们看到 每个传统的财务管理 只能还是各管各的 有得管资金 有得管财务管理 有得管管理会计 有得管税务 他们与业务实质 是存在一定的非连接关系 就是所说的脱节 那我们现在所呈现的 各个业务单元的 业务财务呢 它主要是形成于 不同的价值链 由价值链 去创造的一定程度的 一个业务财务的领域的角色 它主要分为 营销业务财务 生产业务财务 研发业务财务 项目业务财务 和商贸业务财务 还有等等的 不计其处的 只要是价值链产生的 只要有商业环境产生的 都可以形成 我们有效的一个业务财务 那我们的业务财务 出现了以后呢 那使得业财融合 诞生了一个新的概念 那就是业务财务的诞生 那具体来说 业务财务融合 是指企业 通过生动联动 财务管理和业务活动 聚焦关键业务运营环节 有效整合业务财务数据 协同支撑企业战略 和经营决策 强化风险管控 助力企业 可实现持续发展 那传统的财务 我们是就会计分工 所得出的这个财务分工 而业务财务 完全是根据我们的业务价值链 业务流程 行业价值链 而验证出的一种财务和业务 相结合的一种产物 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它需要具备非常强的 非常全面的一个财务会计技能 第二 它具备相关的分析技能 尤其是在管理会计工具上的利用 要非常的娴熟 那管理会计工具 主要是分为效率工具和效益工具 比如说像效率工具 可能像存货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率 净资产收益率等等 那效益工具 可能是毛利率 净利率 包括投资回收率 那另外呢 它需要具备 它所处行业的一个行业的信息 比如说它在医药企业 或者在钢铁企业 或者在汽车行业 它需要对汽车行业的上下有价值链 至少对它所处公司的业务流程 要相当的熟悉 这样才能形成 它一个负荷型的 一个知识金字塔的构建 那下一方面呢 我们来谈谈业务财务的定位 那业务财务呢 主要是指将财务人员 派驻到业务单元中 它的职责 是通过财务知识 辅助业务部门提升效益 并且将业务的风险管控点 反馈给战略财务提供支持 所以说从第一段 我们大家可以了解到 我们的业务财务一定是 分配到具体的业务单元中 进行个落地的管控 而不是坐在办公室 去闭门造车 第二呢 业务财务要充分理解 战略财务制定的各类规则 并把公司战略传递给业务部门 保证业务部门理解 接受执行 那这个呢是做好业务和财务之间的 一个衔接 要充分的沟通 第三呢 业务部门要站在业务部门的角度 思考如何通过资源配置 帮助业务领导实现进行目标 那传统的财务呢 我们可能会有利润指标 或者销售指标 那碰见我们的销售指标 业务指标达成不了 我们的财务人员可能会 不停的去催促业务部门人员 希望他达成 但没有想到我们的财务人员 怎么样站在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上 去帮助业务部门去实现目标 最后一个是财务和共享财务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的财务和战略财务和共享财务之间的关系呢 是前台和后台的关系 那业务财务作为共享财务的前台 他需要对业务数据的准确性负责 并及时传递给共享中心 那因为共享中心主要是财务处理 所以业务财务做对于一些特殊的财务处理 他需要有一定权限的预测 或者说先知 把这样的信息传递给财务 才能使得共享财务把财务做准 下个呢我们来谈谈业务财务的价值体现 他主要有一下如下几个方面 一个呢是公司效益的提升 第二呢是培育全员成本经营意识 第三呢是促进企业战略落地 第四呢是提高预算管理科学性 第五呢是提高事前风险管控预警作用 那业务财务的真正价值呢 是实现公司效益的整体提升 需要从企业价值链出发 将业务财务融合的切入点 聚焦于既能协同 又能创造价值的关键领域 精准利用企业资源 这句话呢看听上去比较深奥 实际上呢就是 这个财务人员一定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站在业务的角度 融合财务知识和一切可以利用的管理知识 去帮助业务去提升 而不是站在业务的对立点 去管控 完完全全去管控 所以他需要通过量化业务 需要通过价值创造等等途径 去为企业去创造价值 好第二部分呢 我们来简单说说这个业务财务的工作内容 这这部分呢 我们将会从几个案例去找手 帮助大家去理解业务财务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内容 怎么样去成为一个业务财务 我们来先说说业务财务的工作内容的一个介绍 那他分为以下四个板块的这个工作内容 第一呢 是量化业务 很多传统财务人员不理解什么叫量化业务 那我们从财务的角度上讲 可以理解说这个业务是是是是是怎么样发生的 我们产品是卖什么的 但是业务财务角度上讲 量化业务是为了做到 第一个从财务视角去解剖业务 第二将业务量化支持量化考核 后面呢 我们会介绍一个商贸企业和生产企业的 从传统财务和业务财务的角度上讲 去如何看待这个量化业务的一个发展 第二呢 是流程 流程再造 就针对我们发现的在量化业务阶段 发现的各种问题 进行梳理 提出财务管理建议 并且配合业务单元负责人 开展流程再造工作 所谓的流程再造 就是把原来不合理的进行纠正 剔除不增值的部分 保留增值部分 甚至发扬 第三呢 就是风险扫描 那财务部门呢 原来一直承担着一个风险控制的角色 所以业务财务呢 是将自己具备的各项经济财经法规 经济知识 去运用到业务单元中 做到传统财务 无法做到判断 因为他懂业务啊 所以他能和业务业务的专家进行 无障碍的沟通 最后一个呢 是项目推进 那通过项目推进 财务与业务人员充分配合 共同研究 以项目为载体 完成数据分析 辅助制定 绩效考核指标 包括一些怎么样使得这个产量规模经济啊 包括怎么样去加快存货周转率啊 怎么样去加快收款 这些看似是财务指标 但是真正推进的目的是财务人员 帮助业务人员 共同完成这个指标 而不是站在对立面 所以这四大类工作呢 环环相扣 既能推进公司整体效益提高 又能提升业务和财务的融合度 好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样的一个模式 这幅图呢 就是业财融合当中 所谓的一个量化业务的结构 那从 左边的这三块 发货 开票 回款 是从财务角度上讲 去看 它业务流程 是存在于三个控制节点 一个是发货的 一个开票的 一个回款的 那右边呢 是我们从业务角度上讲 看一个流通企业 它怎么样从 它的这个现有的产品 去卖到中端客户 那从业务角度上讲呢 我们把 成为一个 从销售公司角度上讲 先把货 分销给一级商 代理商 由一级商或者代理商 再分销给批发商 或者分销商 由分销商和批发商 再最后发送给终端客户 比如说目标医院 目标药店 或者等等 一些终端的 所以这个形成了三个价值链 但因为现在这个医药改革 所以现在是两票制 所以基本上是两个环节 但从财务的角度上讲呢 看发货 开票和回款 三个方面 发货呢 财务 业务财务需要关注的点 一个是签订协议 是不是有签订协议 没有签订协议 我们没有办法去发货 那这个协议呢 是年度协议 还是指定的这个销售协议 第二个呢 就是出户指令 我们在ERP或者供应链当中 会有一个出户指令 那在对出户指令的这个核查当中 我们需要看他这个出户指令 下达的是不是有效 比如说他的协议上是签订 我们需要盗款才能发货 而如果在商务审核环节 我们从财务角度上看 并没有发现有盗款才能发货 这样的一个流程 就说明这个出户指令 是不合格的 所以需要从业务角度 业务财务角度 去跟这个业务流程的负责人 进行协调 第二方面呢 是开票流程 那从开票流程 是完全全是财务的流程 那我们从发票种类 社交时间点 两个方面去考虑 我们的业务财务 在业务价值链当中 发现的这个点 是不是存在风险 那发票种类呢 可能我们会依据 税务的相关要求 去发现我们这个业务 是不是符合 这样的开票内容 是销售商品 还是提供劳务 是做正常的药品业务 还是做管理咨询 需要去具体问题去分析 那社交时间点呢 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给中端客户 发货以后呢 那这个时间点 是不是可以算作 我们应收账款 确认的时间点 还是说一定开了票 才能算作 我们的发货时间点 第三呢 我们看回款 那回款呢 从业务财务角度上讲 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呢 我们看账期内 是不是回款 第二呢 我们看收款方式 那这个是对应收账款 周软率和应收账款 的一个考核 那如果出现 我们无法回款 那是不是可以协同 业务人员 去采用一个 现金折扣的方式 是不是可以加速回款 或者对于 一年以上的坏账 坏账 形成的坏账 是不是可以通过 给业务人员 奖励考核的方式 去加快回款 这个都是业务财务人员 需要和业务部门 流程负责人 或者和业务 业务部门的相关领导 进行沟通 所得来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从量化业务角度上看 量化业务呢 是指将财务理念 融入业务流程 用财务管理工具 及风险控制办法 对所处业务流程的控制点 紧一一剖析 达到业务量化 支撑考核的目的 那他需要做到两点 第一呢 是财务视角 解剖业务财务 第二呢 是业务量化 风险前置 我们所谓的风险前置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传统的财务管理 管理的方式 都是事后知道 以后呢 再把事后 去返回给企业领导 而并没有把 风控放在前方 而我们的业务财务 最最大的优势 就是把我们的风险点 转移到了前方 去进行控制和管控 那就刚刚的这个 商品流通企业 我们从 业务财务角度上去看 主要有以下 四方面的环节 第一呢 是采购 或者现有库存管理 第二呢 收到订单 开始销售 第三呢 是开局发票 第四呢 开始回款 针对于这四个 不同的阶段 我们呢 业务财务 会针对四个不同的阶段 提出有四个不同的风险管控点 这个就是业务量化 第一呢 外购或者库存管理 从采购分控和库存效率的管理上面看呢 第一方面 我们在接到订单的时候 我们需要看 我们的库里面是不是有库存 那如果没有库存呢 我们需要外购 那如果有库存呢 我们就先用库存 那库存呢 一般情况下 按我们的这个 药品企业呢 是用先进先出 那因为药品大家都知道是有效期的 所以先购来的先出 保证我们在库里面的 都是最新的有效期的药品 那如果我们没有库存 需要外购 那从业务角度上讲呢 需要看我们的外购的供应商 是不是属于合格共方 那供应商是不是第一次做生意 它的资质 它的首次营业的相关手续 它的财务状况 它的注册资本 是不是真实的 是不是成为一个 我们企业所需要的一个 合格共方的一个资质要求 那再一个呢 我们从合格共方角度上 以外的点去看 我们看我们的库存 是不是有必要被多少辆的货 那这个呢 从传统的这个库存管理角度上讲 从库存周转率 库存周转天数 那产品的库存周转天数 能看出来 它的库存需不需要被这样的货 那说完了库存 说完了供应商以后 我们来看看采购款的一个结算时间和结算方式 是不是需要我们进行电资 还是可以获到付款 这样对于我们的现金流的考核 业务财务应该有效的去把控我们现金流层面的一个考核 另外它的结算方式 是不是可以用我们的信用证 可以用银行程度的汇票 而不是完完全圆的 直接是用现金付款 或者用电汇的方式 这样能把我们的风险 资金风险可以转嫁给这个后方 那再一个呢 我们需要看看 我们跟这个外购的这个签订的采购协议当中 我们的合同纠纷的处理条款 是不是可以去换货 如果给我们的药品的效期已经到达了这个进效期的时间点 是不是可以去换货 还是说购买了 风险与报酬转移了 就不再管我们这个采购方了 第四呢 我们需要对标一个行业的这个存货周转率 去看看我们这个产品的存货周转和行业的存货周转 也就是备货方面是不是合理 第四呢 去计算一个最佳的库存量 所以从简简单单的一个采购和库存的环节 我们就能看出这么多的一个风险点 需要业务财务去涉足去去去去管控 第二项呢 就是我们有了货 我们开始进行销售 那销售风控呢 也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的一个风险控制 从业务财务角度上讲 对业务进行剖析 第一个呢 销售当中我们需要看是不是有协议 那是有一单卖一单呢 还是有年度协议 那如果没有协议呢 不仅是对我们的销售 将来这个风险转移和报酬转移 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风险的认定 另外呢 再从审计上讲 我们也属于不合规 所以先看有没有协议 第二呢 看这个销售条款 是不是需要电资 如果是需要电资 就是我们属于先先发货 他后付款 那电资成本 是不是计算在销售价格当中 因为这方面呢 是吃了我们这个销售企业的利润 第三呢 就是客户信用的账期 是不是合理 对于很多这个商业客户 我们需要去判断 他的客户账期是不是合理 正常情况 是根据他的客户信用 去给一定期限的账期 而不是每个客户都会给账期 就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收款的质量 和收入确认的质量 第四呢 跟我们的采购是一样的 看看有没有争议解决的办法 如果有违约 是不是有一些发息的政策 第五呢 我们销售出去以后呢 如果像销售设备 是不是有售后服务条款 是不是有几年保修 因为这些都要考虑在 我们的这个销售的这个利润当中 如果存在我们有免费维修 那这个维修的这个设备的这个 这个运转出错的这个几率 我们需要判断一下 后续是不是有额外的成本支出 作为一个货有负债 那说到开票 可能是所有的财务人员都比较兴奋的一个阶段 因为都都认为我们对开票环节的合规 是相当的熟悉 那开票呢 分为以下四个点的合规判断 第一个呢 判断此项这个业务实质的开票类型 就像我刚刚在上一张PPT所描述的一样 他这个业务实质 是不是需要开这样类型的发票 对于纳税熟化方面 是不是有帮助 第二呢 就是发票内容是不是合规 可能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类型需要开这种类型的发票 但发票内容是不是合规 是不是属于税务局认定的规范的发票内容 再一个呢 就是要弄清开票结算和获到结算 两个不同的概念 尤其是对应收账款奢销点的判断 尤其重要 所以开票呢 是这几个环节 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我们采购了 也也销售了 也开了票了 最后我们回去看看回款 那回款封控的和应收账款的效率方面 是也是相当重要的环节 首先我们需要关注 它的账期内 是不是可以回款 那账期内回款 对于我们的资金流的这个管控和资金流的这个流入的一个效率是非常不错的 第二如果它在账期内不能回款 形成了预期的应收款 那我们是否要通知业务人员进行催药 这个呢是一个内部的一个沟通问题 从业务财务角度上讲 可能我们需要实时的或者及时的跟业务人员进行沟通 去催药 去判定这样的一个销售流程 是不是真正送达到 这个 我们的客户当中 有很多种情况下是 财务开了票 但是 客户方并未确认我们的开票时间点 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的业务财务人员与业务人员充分的沟通 去判断 我们的这个客户和我们自己确认的账期是不是一致的 第三呢 如果预期很长 那需要定期去判断对方的财务公司的状况如何 那可能很多传统财务人员会认为 这个判断对方财务状况如何 并不是我们财务人员需要必须要做的 但是从业财融合角度上讲 只要我们能够在回款封控和应收账款效率上 对企业有实质性的提升 我们就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 去帮助企业去催款 去提高应收账款周转率 所以了解对方公司的财务状况 是非常重要的 但考虑到呢 可能美公司财务状况不一样 他们出去的表 也有可能是不是非常正确的 那可以完全从他的这个经期限 和他的这个工商的口碑 或从他的这个注资资本上面去看 作为佐证去判定 他们对这个业务 是不是可以很有效的去回款 第四呢 就是看客户的评级 因为每个公司基本上对客户 都有一个客户的评级的信用体系 对于每个客户的评级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去帮助我们的业务人员 去筛选出一个回款质量很好的客户 而不是是所有的客户都去发货 都去给涨期 最后一个呢 就对标应收账款的周转率 去看看我们卖给客户的 这个应收账款周转率也好 还是我们卖出这个产品的 这个应收账款周转率也好 看是不是低于行业的周转率 还是跟行业周转率是持平 去判断我们这个业务的合理性 好量化业务呢 基本上从业务财务角度上讲 知道这样的一个业务的流程 和每个业务环节的风险点 基本上是足够了 好下面一个呢 我们是从流程再造的角度上讲 那流程再造呢 是基于业务财务 在完成业务的量化剖析和指标化后 就要针对发现的各种问题 进行梳理 提出管理建议 配合业务单元负责人梳理流程 剔除不正的部分 那通俗点讲的就是 业务财务人员 把流程熟悉后以后 并且把每个流程的风险点 和现状熟悉了以后 开始去梳理 去把这些不合规的 不符合流程的 对流程的效率有影响的 有风险的进行剔除 我们依然去举上面一个例子 去从这四个环节去看看 原来他是怎么做的 那改进以后又怎么做的 以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个流程载道的一个精髓 那从采购环节上看 公司原来呢 他是以销定产 他并不关注这个库存情况 那直接发现有这个订单来了 我们呢也不看去库存是怎么样的 直接就给外面这个 这个这个供应商 或者说外面的这个这个代理商 直接下订单去采购 而采购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看 是什么样的代理商 什么样的供应商 任意的供应商 只要有货 我们都采购 那我们呢只关注这个报表层面的存货周转率 那也就是说在每月资产负债表日之后 去看我们的主营业务成本 去除以这个平均存货净值 去判断出来一个周转率 那这个呢 根据我们我们刚刚所了解到的风险 我们改进的是如下 针对呢我们以销定产 从来不关注库存情况 我们建立的这个下订单前 一定要去检查库存 去建立这个库存检查机制 遵循呢 这个效期管理 采用先进先出法 那因为是医药类企业 所以先进先出是很重要的 第二呢 我们针对任意供应商 都能采购的情况下 我们去建立一个合格共方的管理体系 那这个合格共方的管理体系呢 会有很多个这个指标的要求 比如说供应商的年限 供应商的这个信誉 供应商的履约情况 供应商的财务状况 还有验场的一些情况等等 是不是符合这个GMP啊 或者符合GSP的一些认证要求 第三呢 我们针对这个只关注表面的存活周软率 我们提出了一个 要关注各个产品的存活周软率 在后面呢 我们会给大家呈现出来说 如果非要月末去关注这个存活周软率 不如在当月当中 我们通过在销售层面的指标 去看存活周软率 后面会详细去讲 另外呢 在供应商选择方面 我们去优先选择 交货期短 不占资金 产品种类充足且丰富的一个供应商 减少这个库存资金的占用 那第二环节呢 在销售环节 原来做法呢 是接到销售订单 我们就采购 从来不查询 客户信用 和他的首次营业的资料 并且呢 清理协议后 约定迟迟不发货 那我们改进呢 方面有如下 第一个呢 我们判断这个新客户 还是老客户 如果呢 新客户 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这个信用评判 评价的管理体系 那评估体系呢 他的ABCD 需要与他的这个客户账期进行挂钩 那选择 款到发货 为优先方式 对于新客户 尽量不发货以后再收款 防止有这个丢货未收 未收款的一个风险 那如果其他方式呢 我们对于这个销售价格方面 就需要要保持 保证一定的资金成本上面的 利润提高 需要把资金成本 加到我们的利润当中 那对于这个没有争议 或者说争议解不解决 不在合同中列出的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完全去列明 争议解决的一个条款 这个条款也比较明确 所以销售合同定立以后呢 待备货完成 立即发货 视为风险报酬转移 而不是说签订了协议 迟迟不发货 那我们备货以后呢 会产生很多的这个备货成本 库存赞用成本 等等得不尝试 那第三个呢 是发票环节 那原来的做法呢 是 我不开票 销了货也不开票 甚至呢 不按开票的这个销货内容进行开票 发票台账比较混乱 那针对这样的一个风险情况 不论是业务风险以后 还是财务风险以后 更主要是税务风险 我们改进的方法如下 第一个呢 是严格按照业务类型 与发票类型仅匹配 禁止 业务类型与发票类型 错搭 第二呢 是建立发票台账管理制度 那我们所有的这个领票 开了票以后 需要由业务人员去领得 那需要有记账 我们呢 正常也会 每隔一个季度 或者每隔两个月 和我们的这个 客户进行对账 看看我们的这个账期 和客户的账期 是不是一致 以判定 我们的销售人员 拿到我们的发票 是不是及时送给客户 进行入账 再一个呢 就是 避免一个发票遗失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看 我们发票的 说服率的筹划 因为在2018年 5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 国家税务总预规定 征税税率 有17% 降为16% 就通常的 通俗的征税税率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 采购环节 以后呢 我们的采购合同 进行的变更 我们基本上 是以不含税价 为签订对象 因为考虑到日后的 这个 税付率降低 是一个趋势 所以不含税 价格进行签订 所以就节省了一些 我们的税务成本 那最后一方面呢 是收款期限 那原来做法呢 是 允许业务人员 现金入账 一年以上的 应收账款 超过50%以上 另外呢 业务人员 离职率比较高 那我认为的 一个改进做法是 取消 现金收款 业务人员 禁止接受现金 哪怕是这个 商业客户 或者说个人客户 也禁止业务人 接触账款和现金 由客户直接打款 到账上 第二呢 是建立这个 应收账款的管理制度 对于一些 长期不能回款的 一个商业客户 我们以发律师函 或者采用一些法律手段 进行催要 再一个呢 针对业务员离职率高 或者说 他这个干完以后 就不干了 我们对要建立一个 业务员的考核体系 对于收款 及时 要奖励给业务员 如果不及时呢 应该用一些 惩罚手段 定区去关注 客户的一个 财务状况 去判定 这客户 是不是有能力 去偿还欠款 而不是在那 等着他去回款 这个呢 是 传统财务人员 和业务财务人员 一个本质的区别 这边呢 我们来看一个 这个流程再造的 一个工具 那存货 周转天数 那所有的这个 财务人员呢 都很清楚 这个存货 周转天数 是怎么算的 它呢 是企业从取得 存货开始 至消耗 销售为止 所经历的天数 周转天数 越少 说明 存货变现的速度越快 资金占用 存货的时间越短 存货管理 工作的效率越高 那就是 我们去沿用 我们的这个 GIT Just-in-Time 这个即时 库存管理 那这个指标呢 传统的财务人员呢 都清楚 是资产 负债表制的 主用业务成本 去除以这个 平均存货金额 那这个图呢 给大家显示的意义在于 我们在这个 存货周转天数当中呢 有两点 从业务财务角上讲 进行了这个 革新 应该进行创新 那第一个呢 我们的这个 存货周转天数 而不仅仅需要看 整个公司的产品的 这个 存货周转天数 因为你从自然负债表上 是没有看出 没有办法看出 各个产品的这个 存货周转天数 只能简简单单看 整个公司的这个 存货的这个周转天数 那这样 很多有些存货呢 可能 它大部分存货 是在平均值范围之内 但有些存货呢 它周转率是偏低的 就是我们的 存货周转天数 是比较高的 那从总体的指标上 是看不出来的 第二呢 我们需要去看 各个产品的 这个销售量去计算 那从资产负债表 这的资产负债表上面 是拿主营业务成本 除以平均存活进额 但我们在这个 平时监控期间 刚刚我不是说 我们要把风险前置 把我们的这个量化业务 都摆在前面的范围 在流程经历当中 需要去判定 它的业务是不是合规 是不是有效 是不是有效率 那我们通过第二指标 用销售量的办法 来计算 它的这个存货周转天数 那具体的计算方法呢 是用 因为我们这个是按季度的 用季度产品销售数量 除以季度末 产品平均库存数量 最后再拿360天一除 就得出我们的这个存货 季度单位产品 单产品存货周转天数 那我们的季度产品销售数量 除以季度末 产品平均库存 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 季度的存货周转率 所以从这个图上呢 我们来看出两点 第一呢 你看全产品上面去看 它的这个存货周转天数 基本上在60天 那在第四季度呢 它会略低于60天 那ABC三类产品 我们跟这个全产品相比呢 基本上是在它的这个标准 范围之内上下波动 而如果从传统的这个存货周转率上面看 是没有办法看出 这个D产品出现有如此大的偏差 它的这个存货周转天数 一季度呢 是100天 二季度呢 是79天 三季度呢 一百零一天 四季度呢 又回落到大概70天左右 所以呢 严重的和我们现有的产品 是不符合要求的 所以业务财务发现了 用这个指标去探究了这一点以后呢 我们需要详细看看 这个产品究竟是季节性的 这个存货周转的变化 还是就存在有人为因素 导致这个存货的周转率 互高互低 不正常 好 下张表呢 我们需要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事例 去判断 它的这个液态融合的下个步骤 叫风险扫描 那案例是这样的 就某流通企业 与生产企业呢 签订了一个产品代理协议 运营三年 那三年过去以后呢 发现这三年的效益和毛利 均不尽如人意 按常理来说呢 流通企业和生产企业就要分手 那经协商呢 双方决定终止合作 那终止协议呢 约定 流通企业将库存 退还给生产企业 那必须四个月之内 和生产企业结合完毕 就四个月之外以后呢 流通企业和这个生产企业就分手 那从业务财务角度上讲呢 我们去看这个合同 这个流程的风险点 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呢 就流通企业的库存 因为传统的这个代理销售呢 是我们流通企业呢 先上厂家付款 才能备货 拿到代理权 那形成了一定的资金占用 那我们赚到的利润呢 需要扣除我们的资金占用成本 和库存占用成本 包括仓主费啊 包括库存的管理成本啊 所得到利润呢 就微不其微 非常有限了 那第二风险点呢 我认为是 终端客户的一个应用账款 因为我们是流通企业 从生产企业采购呢 作为总代 再卖给这个终端客户 将我一开始给大家呈现的这个 要起的一个商业流程图 那客户呢 到账就回款 但现在因为流通企业 跟这个生产企业 存在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分歧 所以客户呢 发现我们的这个生产企业撤销 可能会考虑到说 我的生产企业产品 可能通过其他代理 再去买到中央客户 也可能考虑到这个生产企业 会把这个产品推出市场 那他考虑到说 企业撤销以后呢 没有人去帮他这个产品 做售后 那他必然给流通企业的回款呢 会延长 就托你呗 因为只要你掌握的这个 这个这个 经济并败 基本上是掌握了一切 所以现在就杨卖老比黄世仁 还要强势 那业务财务呢 去看到这样的情况以后呢 给出了几点意见 就我们所谓的叫直击痛点 把风险管控放在前置 那针对这个流通企业的库存 这个风险点 我们提出了 对于滞销库存 我们原价退还给生产企业 但是一定要注意 虽然是原价 就平行平行出 但是我们还是属于一个销售的实质业务 必须采用最最对企业有帮助的一个收款方式 那肯定是先收款 后发货 那收款的必须是先收电汇 再发货 那对于这个特殊的流程呢 就要进行严格的信用管理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在于 我们对于它是不给任何涨气的 对于这个厂商是不给任何涨气的 如果从传统的这个信用管理呢 对于厂商 对于这个客户吧 就厂商也有客户 对于这个客户呢 我们还要对其经营信用评级 去评定 给他一个涨气 那因为我们跟他是最后一次联姻 所以我们把这个涨气给去掉了 没有任何涨气 先收款 后发货 所以他我们所谓的叫属于最终结算期 不再受于涨气 那第二风险点 我们怎么样去把它给规避 或者把它给给击破 那终端客户的这个应用账款 我们呢要与终端客户去签订一个 叫谅解备忘录 对于需要退货的 因为我们也会考虑到终端客户 对于这个厂商的不存在 或者说这个厂商产品的消失 可能会未来有退货有退款的 我们对于需要退货退款的 根据涨气将款把它结清 再进行退货处理 就是由终端先退回给这个流通企业 流通企业呢 在集合企业的退给生产企业进行结清 对于已经使用的 比如说终端客户已经把这个东西给使用了 没有办法进行退货的 那流通企业呢 要做好售后服务 另外呢 流通企业还需要帮终端客户去寻找 同类的可以替代的产品 供他选择 那这个就是一个这个业务财务角度上讲 去看待这个业务流程当中所体现的一个风险点 我们继续呢 看这个业财融合方面的第四部分的一个业务财务的工作内容 那这个呢就是项目推进 那项目推进呢 我们是通过参与项目推进 业务财务和业务人员能够充分配合 共同研究 以项目为载体 在推进工作的同时 完成数据分析 量化业务 辅助制定 绩效考核指标 那这个项目推进呢 我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 呃 经营现金流的一个考核指标方面的 那对于所有的公司呢 可能尤其国企 更注重有些指标考 指标的考核 像我们企业呢 就有一个指标 叫经营现金流 那经营现金流量呢 我们指标的考核范围呢 是一千万元 比如说一千万元 那我们需要把这个经营现金流去划分到 经营现金流的来源 可能这个呢 是从经营现金角度上讲 去划分的 那它主要分为两类 经营现金呢 一个呢是现金流入 一个呢 另一个呢是现金流出 那现金流入呢 我们分为几个部分 因为我们是流动企业 所以呢 第一个是销售回款 是最大的一个现金流入 第二呢 是保理资金 就是我们把 我们可以做 应收账款保理的款 去到银行 做无罪所保理 去换取的 这个保理资金 可以作为现金流入 第三呢 是保证金退回 就是我们收到 供应商 付出的保证金 需要于退回 客户的保证金 我们也需要退回 第四呢 就是政府返还 第五呢 就是个人还款 那这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作为这个其他 现金流入和流出 那从现金流出 角度上讲的 我们第一个呢 需要看这个货款 就支付给这个 供应商的货款 就采购款 第二呢 就是人员 人员的工资 人员的福利 为人员所发生的 一切的这个 现金流出 第三呢 就是日常运营款 它包括 办公费 差旅费 招待费 就是营运费用 能维持这个机构 或者这个组织 运营的一切费用 包括它的房租 水电费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在考虑 这个现金流 要达到这个现金流 经营现金流的考核指标 需要考虑几个方面 第一呢 就是先把这个指标 去量化 那我们可以分为 这个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 第二呢 去判定每一个指标的 这个此项 比如现金流入 有哪一方面 现金流出又不含哪一方面 那每个此项 以后去判断 它引起这个现金流 此项变化的动因 看是不是存在有风险 是不是哪个动因的影响度 极高或者极大 最终能够实现 完成这个 经现金流考核指标 1000万的要求 那我们具体来说呢 从现金流入手上讲 它分为这个回款 那它现金流入呢 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呢 就是回款 第二呢 就保理资金 第三个呢 就其他方面 那从回款呢 我们的业务财务 需要考虑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账期 那账期呢 就是对客户实现这个 分级的信用管理 看账期 是不是符合要求 有的客户账期 可能三十天 六十天 九十天 一百八十天 甚至超过一年的 更长时间 那每个客户的账期 对于这个回款的 这个时间点 是不一样的 需要这个分级去对待 第二呢 它的回款方式 那我们在对于这个 现金流的判断当中呢 尽可能选择 这个很便捷的 这个回款方式 那如果选择 这个银行程度汇票 那在不增加 财务总成本的基础上 尽量减少 这个使用次数 那第三个呢 在回款方面 我们还有一个风险的角度上 进行考虑 如果长期欠款的客户呢 要做法律程序催要 甚至以这个奖励 业务员角度上讲 去进行催款 那第二方面呢 我们刚刚讲了 我们可以做这个 无追踪保理业务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 应用账款 去出售给银行 那银行呢 会对我们的应用账款 进行买单 它会提前把款 付给我们 那在对于这个 保理资金方面呢 我们需要有 几下几个方面 进行去衡量 第一呢 就是银行的选择 那不同银行呢 对于这个 保理资金的使用 或者说保理资金的手续 是不一样的 或者说保理资金的 这个给的这个点数 就利率是不一样的 需要有效的去选择 适合自己的银行 第二呢 去判断 它的这个保理资金 是有追索权 还是无追索权 那有追索权呢 就是尽管银行 把这个 给我们做了 这个客户保理 但是呢 银行有权 对其保理 进行有追索 就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这个 把我们的 应用账款给买走 所以我们去判断 是不是有追 那通常呢 跟银行做的 一般是无追索权的 第二方面呢 就是利率 那银行间的利率选择非常重要 有的银行呢 是签订一个 总的这个受信合同 那合同里面呢 去规定 我们的留贷利率 我们的保理利率 我们的银沉利率 我们的凶账利率 所以 每个利率 需要看的 字字细细 第三呢 就是资金使用的便捷度 那有些银行呢 他下款以后呢 我们的保理资金 是在账户中 是无法去使用的 也就是说 尽管给我们下了款了 是属于我们的现金流入 但是我们的这个资金呢 只能是用于付货款 而不能用于 作为这个 营运资金去使用 第四方面 要考虑到这个银行的受信 银行给我们的这个企业 这个评级深度 那现金流入呢 还有一个方面 就其他方面 我刚刚也说了 可能分为这个 客户的保证金退回 政府的一些返还 和个人还款 那这部分呢 占据比较小的一个 考虑的影响因子方面 主要还是刚刚讲的 一个回款和保理资金方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现金流出 那现金流出呢 从一个流通企业上讲 主要有几下几个方面 一个呢 是货款 第二个是人员款 就是为人员发生的成本 第三呢 是日常的运营款 那货款的角度上讲的 我们认为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账期 是属于是先购货 还是先付款 第二呢 付款的方式 第三呢 它面临的一些风险 这个货款角度上讲的 刚刚我们在这个流生再造 在这个模块 进行对这个货款角度上讲 进行比较深入的一个分析 第二呢 就人员方面 是为人员发生的这个款项 包括工资 福利费 包括税金等等 那我们去考虑现金流出呢 需要跟现金流出做匹配的话呢 我们需要考虑到 这个发放的时间点 比如几号发工资 发放方式 是采用银行方式 还是采用一次性方式 还是采用分期方式 第三呢 它的一个纳税筹划的 一个税务风险 那我们另外一方面 叫日常运营款 那日常运营款呢 我们需要去判定 它是预算内付款 还是预算外付款 如果预算内付款呢 是不需要有一些审批内的 因为是在之前预算内就已经审批过了 那预算外付款的风险点呢 在于是不是对于 经常发生的这个预算外付款 是考虑到这些款项 是不是应该被纳入预算内 而它没有 所以从这个现金流出的角度上讲呢 我们有三大类需要关注 第一个呢 就是账期管理 货道付款 第二方面呢 就是它作为人员的这个薪酬福利 要做好计划 按时发放 第三呢 就是日常运营款 要遵循一个预算管理的原则 先申请 后报效 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的现金流入 的管控 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好 业财融合 这几个部分的这个 推进的工作 需要做哪些具体的业务 就介绍到这里 好的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关注 关注 感谢观看